栩栩如生的白露丝 还有巴德皮塘生态公园的青蛙地标 都呈现在桃园巴德大名活动中心的外墙上 为了美化环境 巴德名人社区发展协会进来与议员合作 把原先凹凸不平的外墙重新彩绘 并以当地位属巴德与英哥交界的特色来设计主题 期盼成为社区的新打卡亮点 好那这个墙原来的 墙面来讲是因为两段式改造 所以就会觉得坑坑巴巴的 而且颜色原来的比较丑 那后来就刚好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一次的里面 这个透过我们段素云议员 我们跟他争取这样一个经费 所以就完成了这一片的3D彩绘墙 那我们要凸显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 有透过桃园跟英哥跟巴德这个三部管地带 把它新兴社区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用彩绘墙方式来把它凸显 那最近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 大家都可以来这边打卡 这个亲子的一个景点 学会总干事也介绍了墙面设计的细节 以公车站牌来标示地点 不仅有彩绘巴德特色皮糖 也画上了姓孙英哥的三一线捷运和火车 还有代表在地社区的樱花与古厕 另外也设计了天使翅膀拍照打卡点 让大家都能拍出水水王美照 那它的背景我们整个以樱花来贯穿 社区搬来之后的人很多人就愿意去这个地 社区来付出种了很多樱花 这十二年来之后呢 终于樱花有成 所以到了冬天樱花开的时候整片都是樱花 所以我们打底就是以樱花为主 再过来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天使翅膀 就是让大家可以再透过这个亲子一个大一个小 然后来这边拍下美好的回忆 然后呢在背后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心菜园 在这边也可以结合参观 所以我们就会有用大櫻桶花 跟我们的绿薄荷来做整合 那再过来就会牵涉到我们的这里的一个特色 后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做这个社区调查之后 会发现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百年古厕 就是我们的邱家古厕 那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站牌 这是我们的指标 就是名人社区左边去的是桃园 右边去的是阴哥 在地的是巴德 然后把它整合在一起 用捷运跟我们的那个火车站 然后把它整合在一起 串成今天这一个3D彩绘桥 那未来如果来这边参观的话 可以再绕过去往前走到我们的爱心菜园 一二再回到花园 那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起来 就把这个活动中心跟整个区域的发扬光大 所以欢迎各位有空来名人社区 3D彩绘桥爱心菜园 拍照打卡 谢谢 由于是新型社区 巴德名人社区发展协会 未来也将展开社区故事踏查 因此首先透过彩绘桥 来介绍在地的特色景点 未来会从正面墙出发 进行社区导览 协会期盼正面3D彩绘桥 能设为社区新亮点 让大家认识自己的家园 记者李雨婷 桃园报导 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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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此 车 接着